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們就是有時候講到一點一些重點 你們要趕快去練習 為什麼因為你沒有練習你不會記起來 就是有時候你會過一段時間 因為你沒有練習就會忘記我們教的東西 當然你給人來不及久 來不及多時間 就像剛才那樣的時間 所以我們這次上課是比較滿 跟上次差很多 是為了要讓你們多練 所以你們下去練習以後 組長稍微講一下趕快練習 組長不要講太多 你沒有練習講太多 就是他們也不知道 他們也不知道 學校長這樣 我會去做忙碌 忙碌呢 我會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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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做哪裏的位置 你們就要是能夠掌握到 階級 我會說 我要我講的 我要做哪裡的位置 你就會比較能掌握到 你看我刚刚讲的也不是很复杂 就两个点而已 你们一定要很清楚的记下 是胸大鸡 胸大鸡就是这样拉起来 这里是胸大鸡嘛 里面的下面的上面 然后往公斧的方向做 就大概是这个位置 所以我压的时候 你看我刚刚压的 我是压到你们 我压的时候是往公斧的方向压 我就是一直压 我没有剥它 因为这个就是 它是韧带 它是像鸡腱 就是像筋一样 就是厚厚的一层在这里 它这里不是一条 这好几条鸡就在这里 所以你就压进去 就压在往公斧的方向压就可以 它会慢慢松掉 慢慢松掉 现在当年在家里 老师的老师的老师 老师的老师的老师 有两个人 都十七个人 老师的老师的老师 老师的老师 有两个人 老师的老师 族又要得到这个 但是这个要得到这个 然后这个有做松掉以后 这个有做松掉以后 这个三角肌跟拱肌交接这个地方 这里的气候一定会突出来 是吧 一定会突出来 所以为什么要你们两边比较 就是它有没有突出来 你要两边比较 不是摸一边而已 我们有的脖子 有的脖子 是脖子 我们有的脖子 我们有的脖子 我们有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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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脖子 会松到手背 这个手背 骨头 这个手关节 这里还有一些 我们还没讲 这两个相对做 它会松到整个胸腔 让整个胸腔的循环增加 是吧 我们有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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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已经不是 只是酸痛的问题 它是对上半身心肺系统 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有脖子 这是怎么办 我们的脖子 我们可以多犯 我们的脖子 我们用脖子 我们的脖子 这里的脖子 没有脖子 而且是脖子 我们的脖子 我针头 你这样做一下子 你不觉得说这个效果怎么那么深 你不会觉得吗 你不会觉得他为什么这样做 这样他身体会不一样 你不会觉得这个原理 这个原理是太不可思议的 学生担当给了我们的提示 我们的朋友们就介绍了 我第一个感觉 这个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就是 如果一个人他躺在病床上 然后他没有气力 心肺性不好 你可以针对这个方向治疗的话 他的心肺性会增加他身体 你能够恢复的效果 就会很快 现在我们要注意到 我们要注意到 但我们要注意到 不容易 这些人的应该会很快 我们要注意到 那些人会不会有点 那些人会不会有点 因为你想看看 你看,你们没有生病的人,坐一坐就觉得好像身体里面比较轻松。 这就是循环系统增加,它的循环增加,所以它才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这样跟你们讲,这些东西就是要让你们学会,你懂什么? 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很珍贵的。 这个部分的原理以后可以救很多人,就是说,它对于它的心肺系统,而且年纪大的。 这个放松非常大 哦,我对他们的状态是在一种状态 第一个,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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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 而且这个地方的放松 你再去看我们之前教的这些肌肉 不管是前面的,前面公骨前侧的肌肉 或是公骨后侧的肌肉,或是肩膀的肌肉 就会容易做,比较容易做 就是容易做,这不会说哦,很硬啊,你要推 它变得比较容易放松 所以,你就是说,例如说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会说它跟手 它这个是手跟身体之间的平衡一个关键 因为我们用手做很多工作 这个拉力到身体以后,它会 当它开始不平衡以后,它就会开始缩紧 它缩紧的最紧的最主要的关键是在这里 所以,所以就是说,你们这个要多练习 没有练习,有时候我看你们做的位置有时候都不对 那你也没有去检查,他们做一做以后,他们的变化差异在哪里 就是说,它三角肌下来跟绷析,脚结这个地方 有没有什么东西吐出来 这两个是很相对的东西 你一定要清除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都知道,以前我做过很多老师课 至少花超级的时间 我看来能够做一个问题 在这些人做的问题,认为是很相对的 我看来是很相对的,但是在那些人的 我看来做的事情,很相对它们的 我看来很相对,很相对的 所以,我看来也很相对的 你看我以前跟過 年輕跟過很多老師的課 至少花超過一百萬的賣賣 至少 最少最少 一百萬是 那我還不懂這個東西 是後來我自己研究慢慢慢慢的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難的東西 就是它是很珍貴的 就是我自己覺得 喔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這個我回台灣 我上課可以賺錢 學生給了大家的 五馬六雄雄的課程 你們在講一下 他們給了 忙著 忙著 路送用 趕緊是當勇的 這些時候呢 年輕人的家庭人的北下拉 包吻了 吃完美威加坦白 年輕人的當勇的 因爲了 所說的路送的伯伯 所說的西斎的地方 也是其他地方之類的 因爲第一次 所說的 年輕不著急 特性不著急 你到世界各地,你可能是最厉害的,至少前三年,不会掉到前三年,三年以后最厉害的。 如果我可以让一个没有气力的病人做两三次以后,他慢慢变得有气力,你说这个利不利害? 我重复跟你们讲,不是说要告诉你我很厉害,而是说,你可能是很厉害的。 我重复跟你们讲,不是说要告诉你我很厉害,而是说,你可能是很厉害的。 我重复跟你们讲,不是说要告诉你我很厉害,而是说,你们应该学会这个。 因为这是我研究了二十几年才弄不懂的。 你说什么,超过二十年我才弄不懂什么东西。 所以,当然你们基本应该对所有肌肉的位置清楚。 这样你做了以后,它们肌肉之间的力学改变以后,它的不平衡会一直跑出来,一个一个接一个。 那时候你去放松它,速度就很快,效果就很快。 所以,我安排很多,就是讲一下会计划的问题。 所以,我安排很多,就是讲一下会计划的问题。 所以,我会让你们练习,你们要赶快继续。 不然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就赶快讲完课就好了。 就不需要让你们练习。 所以,要赶快让你们弄懂。 至少会知道要怎么做。 那我们现在翻开一百八十年。 然后,有没有看到这个凶大鸡跟凶小鸡,它被剪断。 然后,凶大鸡跟凶小鸡之间是什么鸡肉? 手臂这里有两条鸡肉,有没有看到? 三条鸡肉,有三条鸡肉,有三条鸡肉。 手臂这里有三条鸡肉,有没有看到? 这三条肌肉是从内侧的肌肉拉到这里 在肱骨头内侧这里 但是但是上肌肉的肌肉要做 你要知道你是要做这个胸大肌下面的上面 下面的上面 然后带在肌肉拉到脖变 然后你看下面还有一个交接点 这个交接点有没有 肩胛骨下面这里 第一个打到松腿去 这个就是肩胛骨 第二个就是松腊 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三个肌肉 这下肌肉是什么 最外围的是什么 背后肌 然后里面的这个是什么 前聚集 往上面的是谁 压着聚集的肩胛 肩胛下去 这下肩胛的肩胛 这下肩胛的肩胛 交接在这里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内侧 外围是背过肌 然后这个肩胛骨 这个是讲内侧 这个它副手就是前聚集 因为你们还 我们还没有好好看前聚集 长的样子 所以前聚集 它主要是从肋骨 它是附着在肋骨上 但是肩胛的肩胛 它是从下面一直到上面 肩胛不够的肩胛 但是肩胛的肩胛 然后肩胛的肩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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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肩胛的肩胛 述到肩胛的肩胛 然后它下面的肩胛 是最大的 然后下面的肩胛肌 它主要一个 你要记前因 它是从肋骨出来 它副走在 你看这个点 这样 立健康银 有怎么看到 对,通常在这里,所以肩胛骨的下角其实很重要 但是,肩胛骨的下角也会影响到这里 对,下角不容易做下去,但是我做绷里了,绷里了这个 然后这个肩胛骨的上角有没有看到 但是,我做绷里了,绷里了,绷里了,绷里了 这个上角也是谁?这个上角,这个腹左也是前居体 所以,前居体是从肋骨,整个肩胛骨里面的肋骨 主要是从肋骨,它跟另外一个骨头的腹左是 这就是肩胛骨的上角跟下角 所以,前居体来讲,它其实对我们呼吸 因为呼吸我们的胸腔肋骨会扩张 所以,它会影响,如果它太紧的时候 它会影响到我们呼吸,可以吸 就是我们吸气就没有办法吸得很长 所以,严格来讲,这个下角可以把它列作第一区? T7 T7 T A A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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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上面,G,ABC,D,D D,D,D ABC 所以我们要对于我们胸腔的压力,就是我们肩膀的压力松掉,到肩胛骨的手臂,到肩胛骨的压力松掉,它才会松爆肋骨。 我们在这里的压力和手臂,在肩胛骨身,我们将肩胛骨生成的肩胛骨,我们将肩胛骨细胖,所以我们将肩胛骨变成肩胛。 然后肩胛骨变成肩胛骨,然后肩胛骨变成肩胛? 当然,我们在肩胛骨变成肩胛骨。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去推拿肩胛下去 我们要按摩肩胛下去 所以肩胛下去我们之前有讲一个是肱骨头接触这里,对吧? 所以我們手張開是不是會 這裡可以從這裡壓起來 對 壓起來 你壓著壓起來 那這個其中的一部分是壓全聚體 那壓全聚體比較鬆以後 我們就可以伸進去往肋骨的方向 去上下去按摩 按摩這個全聚體 所以它代表的一个是肩胛骨前侧的肌肉,一个是肩胛骨下面的肋骨上面的肌肉。 我们会把肩胛骨的肩胛放在后面再做。 但是大部分我们会把肩胛里面的腦力放在后面再做? 我建议就是说,我们先把前后的肌肉稍微放一下,然后再来做这个。 我们记得刚刚讲的这个很重要的肛骨,肛骨头下面的内侧外侧的这两个相对点的放手。 所以这个时候肩膀和肋骨之间会比较松,这个时候再来做肩胛骨,肩胛下肌跟肋骨里面的肩胛。 肩胛骨里面,现在我下面肩胛骨里面的肩胛骨。 肩胛骨里面的肩胛骨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按摩这里的放松背部 背部这里靠近脊椎这里的压力 所以这个部分如果我们能够做肋骨生成的放松 它松到脊椎骨 这个脊椎骨的放松它是对我们脊椎里面胸腔的内障是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从来的脊椎内脊是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从来的脊椎这些肋骨护肉的脊椎是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从来的脊椎这些肋骨护肉的脊椎是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从来的脊椎后可以做到脊椎后才能够做到脊椎的脊椎 所以这个时候它有相对影响到我们前胸的胸骨骨跟缩骨交接 这个地方 嗯 因为 你肿体很有肉 肿体很有肉的 然后做一项选择开的时间的 所以你一定要就是我教的这些部分 就是我让你们练习 你们要赶快下去练习 不要好像我要 我要跟你们 这一个一个帮你们做 你们才会练习 这你在浪费你自己的时间 今天你学会是以后对你们自己当医生 是有帮助 中文没有关系 你知道吗 所以我讲了他们互相的关系 但是你真正知道要怎么做 这是你要练习当中才会了解 而不是我讲了很多原理 你觉得你懂了 其实你根本还不懂 因为我们肩关节肩胛骨这里 如果能够松个侧底到胸腔的话 它对它的肺系统帮助很大 然后如果再加上头颅骨的治疗 就是放松脑部生育治疗 这会解决掉很多躺在床上的一些病人的问题 所以你们下去做 所以你们下去做你才知道做一做哪里怎么样 做一做哪里怎么样 哪里有没有突出 这个你要能够感觉到 如果你不能感觉到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去做研究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了解病人的问题 你只会照我教的东西 这里前面要做 然后以后面要做 你做的想法不灵活 就是很固定地做这些地方 大家在做什么 所以我们想做回应接触 但是我们在进度自己非常好 自动的病人要是想要在家墙腻 然后在家墙身上 人要做什么 这些地方 就是在病人iled在家墙腻 在病人还得到 在病人都可以 在病人这种病人 在病人中 这些地方 在病人发生了 我们两种活动 因此 为什么 你 然后下午我们上课的时候,组长先带动大家做肩胛下棋 这一块棋,这个组长会吧? 我希望你们把握时间多练习 因为多练习的话真的是对你 因为我们这个礼拜要开始安排,等礼拜要排议诊 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就要上场去帮人家按摩 所以你们要赶快多练习 第一,讲得起来,讲得起来,讲得起来 讲得起来,讲得起来,讲得起来,讲得起来 能够起来,能够起来,能够起来,能够起来 能够起来,能够起来,能够起来 能够起来,能够起来,能够起来 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正确是 好,那我们就下午上课 来的话就先赶快练习这个肩胛下棋 跟这个前聚集 好,那我们就下课了哈 我说,只能让他们定下课下课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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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